大潭電廠群聚然持續發燒 其中一名染疫的員工發病期 曾經到新竹某間公司面試 沒想到負責面試的員工 因此染疫 返家之後 又傳給分別就讀竹北 跟新竹市東區的某國小子女 而現在兩座學校 接獲通知之後 都有預防性停課一天 全校大消毒 進行PCR採檢 佈置新竹竹北某國小特教班 學生排隊篩檢 還有新竹東區這間國小 全校兩千多名師生 一早也通通集中禮堂採檢 因為兩間學校 30號都有學生確診 這個個案是在3月25號 在辦公室 在面試 有跟新通鄉的移工宿舍案 這案號是23086的保全 原來媽媽案23262 25號曾幫大潭電廠群聚案 裡頭的一名個案 面試30分鐘感染確診 返家後再傳給就讀新竹縣 竹北某國小特教班的兒子 案23263 與新竹市某國小女兒案23188 兩間學校緊急預防性停課一天 女兒班級停課十天 兒子同年級同車同學也停課十天 而一家人足跡也曝光不只到過三箱巧服竹北門市 還有一雙行五金賣場全聯 隔壁新竹市漫渡法裔小猛牛迪卡農也都有足跡 大新竹拉起防疫警報 而宜蘭這間國中氣氛也同樣緊張 宜蘭某國中外聘舞蹈助教案23275 先出現症狀確診 老師案23258接到消息後也自行快篩陽性 CT值只有13.1 每週從桃園開車到宜蘭交課 全校預防性停課十天 確診老師共匡列60位學生居家隔離 而他們在宜蘭的足跡也曝光 包括西姆比舞蹈異想空間 還有果蜂糖果工房 與五淵堂足體養生親子館 雖然宜蘭連日加零 但出現不少確診足跡 還是讓人十分擔心 記者綜合報導